为了希望先天性心脏病能够早期被发现 台湾先天性心脏病关怀协会 首创以心脏超音波 进行校园学童筛检 维护病统的健康 2018年12月9号上午 有100多名先天性心脏病的病友 一起在台中市文新南路 持继进师堂礼堂 举办一场感恩茶会活动 台湾先天性心脏病关怀协会理事长 也是心脏科医师的陈峰林表示 透过协会让病友们彼此鼓励 一名18岁的美少女在三度开刀之后 目前非常健康阳光 成立协会让病友自己互相帮忙 有疾病可以找同样类型的病人家长来互相观察 可以鼓励他们把小孩子存活下来 不要因为有先天性心脏病而弃养或是甚至在胎儿里面选择流产 所以这是我们协会成立的一个目的 陈峰林理事长强调 先天性心脏病关怀协会宣导的三新加三亿 三新就是产前胎儿 新生儿跟每六年的血童心脏筛检 三亿就是先天性心脏病不是遗传性心脏病 而且没有特定症状需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才有最好的效果 在今天这场病友感恩茶会当中 也特别颁奖感谢台中市西北福人社 肯定福人社有对于病友的赞助跟支持 从一开始有关怀协会 我们福人社就每年都给予非常高的一个支持 那今年也不例外 我们希望陈医师的这个爱心能够在他的服务之下 能够继续延续服务更多的社会的群众 活泼健康的病友们还在感恩茶会当中 演唱一段感人的歌曲 让现场的气氛变得十分温馨 展现丰富坚强的生命力 陈峰林理事长也表示 协会需要社会各界的鼓励跟支持 帮助病友恢复健康 让我们周遭的世界充满温暖 关怀跟希望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台中报导